多謝各位參與今天有關台灣的讀書資料 今天我們請了Lala 李靖嫻 還有我們的教授 Sunny 她有個花名我叫做玻璃婆 容易記得是玻璃婆 她們會各自講關於台灣讀書生活或細節上的事情 因為 Sunny 她本身是一個Native 所以她可以補充 除了Lala在她的校園外 其實有不同的教學部門 她也可以補充 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我讓Lala和Sunny介紹了自己之後 你們可以直接問問題 或是在職員中放下你的問題 多謝 Lala 好 大家聽到了嗎? 我現在先分享一下 我現在介紹一下 我叫Lala 我叫Lala 我是李靖嫻 2009年在AVA畢業 做了幾年後 就去了台灣讀書 現在回來香港 回來香港是做很多不同的兼職 那我就說一下 那我就說一下 那為什麼 大家對台灣讀書 都有點興趣 那我就跟大家說一下 我當初是 為什麼會選台灣這個地方 那這些就是我以前做的工作 那我一直都是做一些 工藝類的 就是剪子類的 那其實都是因為我 關於我家裡的事 就是家庭的事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媽媽教我做一些剪子類的事 那其實我個人就比較有耐性 就是喜歡自己一個人 躲起來做手作 那其實很多人都去過台灣 玩 那其實呢 台灣其實可能分幾個不同的組織 那就是北邊、中部和南部 那其實它每一個 這幾個地方 這樣分法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分法 其實因為他們的生活習慣 或者他們的城市人口的密度 其實都不一樣的 那其實我當初 為什麼會考慮台灣呢 那其實是因為自己 就是 畢業之後 做幾年 那你會覺得 可能是時候 增加自己的知識 那我就會選幾個地方 那存錢 那錢不夠的時候 那我就可能會考慮 國內 或者是台灣 或者是一些語言 會比較容易懂得的地方 以及一些不是那麼貴的地方 最後就選了台灣 因為台灣的藝術類 其實都有一定的歷史 而且它有一些 譬如工藝類的東西 其實都很出名 例如陶瓷 金弓 其實都很出名 台灣這一方面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個 因為 為什麼會選藝術大學呢 其實因為 你看到台灣 當它的名字出現 有國內 這個字 就等於 政府投放的資源會比較多 還有為什麼會選藝術大學 因為它標明是藝術大學 標明是藝術大學的時候 等於整個學校都是學藝術的 如果譬如 這間在台中的東海大學 這裡這樣說 東海大學其實是一間私立的學校 還有 國內就是政府 師範大學 你見到師範大學 很明顯是培訓了一些老師出來 如果你在裡面 去讀藝術的 其實你只不過是 那間 師範大學裡面的藝術系 所以其實 其實有分別 就是一個專門 並不是專門的學校 但其實 學校 都是看看合不合的 你要去做多些研究 看看那些老師 看看裡面的科目 你收的時候 會不會適合你 所以我最後就是 因為其實它填了一個志願 你只可以選三個到四個 其實我是大包圍地選了南北這兩間學校 即是台北和台南藝術大學 本身呢 我就會比較喜歡台北藝術大學 因為我覺得 一些工藝會比較多 可能會適合放在一些 一些白盒子的空間 或者一些藝術的空間 其實呢 台北藝術大學 你見到其實它是台北 其實它的交通都很方便 其實很近一些 很近一些接運站 其實最吸引我是什麼呢 其實那時候我這樣想 哇,它的環境很漂亮 因為我也親身去過 好像別人拍台劇那些 台劇有很多 校園的生活 很青春 我很喜歡這裡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個展覽空間 或者自己經常會發夢 或者我的作品放在這裡 會怎樣呢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美術館 其實呢 最後還是不能夠在這裡放電腦 其實它有一個圓形的空間 其實也是 是台灣的美術館 或者在學校裡面的美術館 都是很OK的 我覺得 其實呢 學生出來 其實是 會只是在學校裡面放展覽 或者 其實你可以申請一些 在學校裡面的空間 去放展覽 那麼 我很期待 我讀書的時候 我期待這些空間 即是未去讀書的時候 我很期待 我的東西放在這裡會怎樣 其實它有很多組 我最想申請就是一個創作組 最後他們要收 好像RMIT這個課程 即是澳洲Art Center的課程 其實它有幾樣東西 可以收 選擇其中幾樣去收 譬如 四年內要畢業 你要收43個學分 43個學分 之後還要主收 某幾樣東西 例如水墨 配話 所以 它可能規範了你出來的東西 就是 這些題材 或者這些 媒體 這樣 之後 我這兩間大學 我也有做一些研究 這間大學 最後我去了這間大學讀書 台北大學 你可以參考它們的網頁 大家都可以看它們的網頁 首先講回南米大 南米大 南米大 其實它在 其實你看這個名字 它叫英文 Plastic Art 我們經常笑自己 是獨塑膠出身的 其實原來不是 你看它的名字 你不要讓它騙著你 它是造型研究所 但是它是Plastic Art Plastic Art 其實是很久以前 我們會說 德國那個人 說 這件事是一種造型的藝術 類似是一些架構 這是一個源頭 就是Plastic Art 其實它是一個Plastic Art 其實是Plastic Art 到現在 我們還是用這個名字來開玩笑 我們說回這個學校 這個學校 就是 在南部 在哪裡呢? 其實你看到這個藍色這一塊 就知道是水 其實它是一個 比較山上面的地方 其實它是一個很大的水庫 這個水庫是日治時期 日本人興建 提供這個 南部以下的人所有的食水 這個就是烏山頭水庫 所以我們學校的天氣 或者是很濕的 譬如你四、五點起床 你會看到一層霧 在地上 在地上 即是你半身以上都是霧 這樣 這樣就濕了 尤其是春天 其實它交通 不是太方便 但是我 就很喜歡它的環境 因為 好像一個深山修煉的感覺 你看到和北藝大都不一樣 因為北藝大可能都會看到三、四層樓高的東西 但其實這裡是沒有的 最多都是三樓 這裏就是圖書館 一進去就是圖書館的大門 其實來到台南 其實不怕曬 而且不怕熱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我們學校裡有一條河 這條河 就是夏天就生滿了河花 然後這兩條橋是一個很古舊的古董 古董的橋 不知道是唐朝還是什麼朝觀 過來的 就生滿了河花 其實環境也不錯 我們台南大學其實只有一個科室 以造型學系來計算 我們只有一個科室 因為我們所有 我們會收 譬如每一年會收13個 我媽媽可能15個人 再加上一、二年 以前的同學 可能都是二十多個 就會坐在一起上課 計算一下 可能只有十多個在上課 所以我們討論 所有上課 無論是開講座 都是這個課實 我們學校還有什麼設施呢 例如有一個很大的板畫工場 這是石板畫 以前那些很大塊石 很重的那些 然後有一個有蓋的 做石雕或者木工 總之做大型雕塑的工場 然後就是這個 比較重要 你去到這個讀書 頭兩年他都會給你一個工作室 就是兩個人一個 一個就會分享一個大概四百尺的地方 就是一人有二百尺去工作 其實你頭兩年不用住宿舍 其實你可以在工作室裡 放在一起 其實他不會計算你的錢 這個電費是不會計算的 但是他一定會給你 所以你就可以在裡面 創作 然後呢 其實 好,就講講我的同學 其實台灣的學習文化 其實我覺得很容易 因為 怎麼說呢 你去 讀書 或者去看他們的文章 看他們的文章 看他們的書 其實都是 梵體字 或者 漢語 或者 我們會看得明白 但是其實 初時你剛剛去 他們說話會很快 或者他們會有 一些口音 你們不太明白 但是其實過了兩個月之後 就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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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們會經常叫你看中文書 因為我們收學分 其實有幾個學分 其實是包含一些理論的課程 那麼 讀到理論的時候 經常都會有一些感覺就是 每個字我都會讀 但是組合在一起 我就不知道他講什麼 我們唯有很多這些讀書 就是我們會圍在一起 譬如我們會分一人一個星期去看 看少許 看完之後大家出來討論 其實他們很喜歡討論這些 雖然最後也不是有什麼結論 或者有些 最後可能都是大家出去吃飯 出去玩 但是也有 起碼有些事情要說一下 這樣呢 這個是 我們 為什麼我會這麼強調他們很喜歡 談話 說話 因為他們台灣學習的文化就是 就算你做了一件 一件工具出來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 大家放在這裡 大家都不會明白 對吧 可能就會請一個人出來 就是有一個人出來 就會說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們每一個學期 都會有兩個 每一個學期一個 一年有兩個 有兩個評論 這個藝術評論其實都很重要 其實你會學到 怎樣去告訴別人 你的東西是怎樣生成 或者有什麼想法 在裡面 但是你做什麼都不重要 他都會談 會不會有什麼書去弄到 或者會不會有什麼題目去弄到 或者會不會有人做過這些事情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過程 其實很害怕 會震動 你看到他這樣燒 燒到那個iPhone也過熱 所以很重要 那我在學校裡面 通常都會做什麼呢 除了讀書 除了做R1之外 我也會幫很多同學去做報展 其實為什麼報展是這麼重要 就是他們設置一些東西 其實你們會通常 在這個情況 其實是最多交流的時候 你會知道他們的東西要怎樣設置 還有台灣有很多高雄獎 或者台北像 其實我們僑身是不可以參加的 就是我們外國人是不可以參加的 沒有辦法 那你就不是要幫他手 又設置這件東西 然後去到展場怎樣設置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還有你會去到很多不同的大型的博物館 就是美術館 這些都是工作室戲戲的情況 其實 對 很好 有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之後 平常我會做什麼呢 除了在工作室之外 其實南台灣 其實它有很多很多洞洞洞洞的藝術空間 這些藝術空間其實是很有趣的 大家都可以去試一下可不可以做展覽 因為南台灣的樓其實是很矮的 就是三層 而且以前南台灣是首都 所以它有很多日本舊的建築 其實他們現在通常都會把這些建築 改了 改了一些藝術空間 例如底下的是喝咖啡 或者樓上是做展覽場地的 或者調轉 其實它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平日就會 星期六天就會搬單車出來 去這些地方 跨洞下落 是很有趣的 它有別於一般 譬如我很 很嚮往的白藝術空間 即是白色的白盒子 其實它有些比較新型的 譬如這塊空地就是屬於這個空間 其實它有很多地方可以有創作的機會 其實還有其他的空間 因為以前有很多日本人住村 即是軍官等屋都會改成一些藝術空間 然後同學會帶我去其他很特別的空間 例如高雄的黑白池 如果只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就什麼都沒有 即是人 人就在後面那間店 然後這個空間就好像一個商場表演的空間 而且它是一個市場裏面 即是一個街市裏面 還有一個好像地底 但它就是一個書店的底下 其實我們不會知道裡面有展覽 其實是他們才知道他們會帶我們去這些洞洞的地方 你看到這些瓷磚 很奇怪 它其實如何掛上去 然後除了一些很特別的藝術空間之外 都會有空上台北 台北有幾個獎 有幾個獎 其實一定要看 因為是一些新進的藝術家 即是台北獎 高雄獎 兩個都要看 這個他們都能夠代表台灣的新女藝術勢力 這個在台中 其實有很多這些空間 我在台南的生活 其實是很慢的 比台北更慢很多 因為我從學校去到市中心 其實要一個小時 我第一年就買了單車 這個單車其實是可以接的 其實這單車有什麼好處呢? 為什麼我決定買呢? 第一,我想讀完書之後去環島 而且這輛車其實是通勤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學校很大 雖然我們只有一個課室 但是我們 譬如我想去做石油 之後我要回到宿舍 其實你走路的長度 就等於由中環去到金鐘 所以其實那條路是很長的 所以如果你要趕的時候 其實有單車可以幫到你很多 而且我喜歡踩一輛車 那我就會晚上去踩一輛單車 台灣 還有一輛車摺得 為什麼可以摺得 就是因為可以帶上去台鐵 台鐵有很多 其實記得是很奇怪的 有時候你會有很多 很驚喜的 即驚喜 我覺得是驚喜 就是這個熊仔坐了一個位置 但不會發生的 因為我在香港 有很多很可愛的東西 就是台灣 南台灣 然後最重要就是吃那方面 因為我們學校 其實只有一間7-11份 而且在山上 我會經常發生的 這件事 有多可見到7-11份 其實沒有飯盒 通常都會買定一個星期的菜 然後回到學校 煮食 有一個小小的雪櫃仔 然後我們只有 那麼多班車下山 沒有車的就要自己看時間 坐火車 南台灣最喜歡吃那些 其實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你在南台灣 你會看到 其實它比較在地 有人情味 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是麵包 好像是中元節要拜拜 然後有些麵包 還有台灣很熱 就是經常吃這些 炒冰 還有我這幾年在台灣 其實去過這些 他們很喜歡跳室市場 你不要以為沒有 其實他們有很多 但他們只不過是開 早上5點 到 早上10點 開兩個 開很少時間 其實裡面很喜歡 在裡面的尋寶 找些有趣的東西 其實你在裡面 就會看到很多他們的歷史 奇怪的東西 這些 其實南台灣其實沒有什麼玩 你說看電影 也有 但是我通常看的那些 那些戲院叫二輪 二輪戲院 就是人家播完 第二場次 就可以買一張票 任看一天都可以 有很多 有很多 其實最重要就是廟會 我們在山上 有很多廟會 廟會有一些錢 譬如他們會放映一些 很有趣的劇 還有一些人在演戲 還有一些布公仔的戲 我也很喜歡看 這些 就是在南台灣經常會看到 巡遊 這些 還有學校的生活都很好 因為老師會一起 有時候會在聚會 我們就會在工作室煮食 還有他們最喜歡吃的就是打火鍋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出去一起吃都是打火鍋 好了,我們就說一些正經的事情 多少錢呢 就是 以去南台灣計算 就是我2014年開始 我這間學校 這裡是台幣來的 就是 一萬二千五百三十元 基本的 三年就是這個錢 然後 六十分你一定要收 那他們計算學分 譬如你讀四年或者三年 你讀六十分就可以了 然後宿舍 這裡也計算電費 然後 五千元 你讀五千元 台灣其實你每一餐 你認識一個便當 大概很豪華的 你有一百元 五千元其實你可以 一半 半個月不斷地吃豪華便當 就是15天乘三 這樣的便當 然後 其實他有很多 我們去到就是喬生 其實有很多喬生的支持 其實他們會有很多獎學金給你的 即是你要上網搜尋一下 有些獎學金給你 其實 都很容易拿 因為其實他都很疏爽 我都拿過 三萬多台子 就可以去申請 其實三年 你基本就是 差不多 當他九萬六千元 那就是因人而異 然後 上課 英文和國語都很OK 生活上 講國語都很OK 但是 南部比較多人講台語 好了 你讀完書 我想留下 怎麼辦呢 其實他會給半年時間 你的簽證會自動延續半年 給你找工作 但是如果 這半年時間 你可以找工作 你找工作 其實他 有兩種條件 你可以留在台灣 第一種條件 就是說 你要找 你份工 找到的薪金要是四萬七千多 其實我們剛剛發展出來 就未必有四萬七千多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四萬七千多 可能就是一些比較專業的工 醫 醫生 那些 如果有一些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點評 那你就可以看這個表 這個表 其實上網也找到 總之你計夠70分 就是你自己有70分 你就合格 合格之後 你就要申請一些 就是跟一些老闆申請 而他又肯 幫你簽一些Visa 留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 可以在這裡工作 那你還沒不知多少年 就可以拿到這個居留證 或者他們的證件 還有他們的公司 還有一些條款 那你也要 要詳細看一看自己 那麼 那麼 這裡 就有一個 那我們說回那個 我們怎樣招生呢 就是他們那個 他們招生我們就要去這個網頁了 那你們記住這個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其實就是香港和台灣這樣接合 那麼他們就會有所有的資訊 在這裡 那麼 那麼 你們要留情 就是你們要看 譬如如果我下一年上去讀書的話 那我今年的11月就要開始預備 開始上網去預備所有的東西 然後直至到你要和學校拿很多那些真的證明 去證明你那些證書是真的 然後你要去到尖沙咀的一個地方 然後交他們和你對所有的東西 那麼 這個就是上網的流程 其實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想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 其實你在這個網頁 你在這個網頁裡面 其實你會找到所有的資料 那其中一個的資料就是 這個東西 其實呢 台灣有碩士讀的 就是這裡有個列列 那就是所有台灣碩士的 給喬生的名額 那譬如 那我就找一些心儀的大學 譬如 我想去台南的 台南讀造型的 這樣 那這裡呢 其實他每一年 即這一年 譬如以2019到2020年為例 那其實他 是收兩個學生而已 是收兩個學生而已 那其實呢 這裡就會包了 其實他那個 那個 那個 取錄那個 那個 名單 是什麼 就是 譬如他要什麼 要你 交資料 要你有很多 英文的後試 英文的後試 其實你在台灣 考 或者在香港讀完 考給他也可以的 IELTS 即證明 那其實有很多 就是很多東西要交的 所以譬如 譬如這些 就是成績表 成績表 成績表 然後你的 研究計劃 一些計劃書 一定要給他 所以你要看清楚 譬如你真的收兩個學生 我的機會大不大呢 因為要填 只填四個 四個志願而已 如果你覺得不太有興趣 就放低一點 或者怎樣 就是自己考慮一下 那最後 其實台灣的生活 都比較 即他也是比較慢 最後我回來之後 我沒有怎樣 抱歉 沒有怎樣 沒有怎樣打算 去做一個很長的工作 其實我回來都是 做兼職的時候 其實我會認為 其實台灣給了一個很好的經驗 就是他會認為藝術是一個很純粹的東西 純藝術很純粹的 他真的會跟你 談一個你的藝術 即是你的作品裡面的內容 即是表現出來到不到位 或者怎樣 那你就會想 哪一個創作形式才適合自己 現在 以上都是我對純藝術的看法 或者是一些要再去想 要再去思考 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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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到這裡 那我現在就交回 你 Sanny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在這裡? 對,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可以問 我有死人講國語 我沒有辦法講廣東話 那 那 那 你們 就馬上下載了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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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了台北 你本來就想去台北 後來選了台南 是為了什麼? 哦 是啊 台灣 其實台北那個步調 其實跟香港是非常之相似的 其實你如果 即是它是大一點 那個地方 但其實它 生活那種 來來往往 很快速 這樣 走來走去 其實跟香港好似 因為它也是一個四湯八達的地方 這樣 然後就 這個PPT好像有點大 然後其實台南 我去台灣讀書之前 我只是去過一次 我就覺得 其實它的方法 方向 其實都不一樣 真的是一個 很安靜 很悠哉猶哉的地方 其實我會在想 兩間我都可以試一下 但其實我當時也是擺南米是第一的 就是第一個選擇 為什麼? 因為我 我相信我自己的性格 會比較容易在這個地方裡 其實最終 最終 其實它真的 剛剛開始過去 其實 也有三四個月 你都不習慣 因為太靜 夜晚是 黑到 很黑的 這些地方 然後 但是慢慢 好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 開始理解到 台灣人 為什麼他會說話 或者寫書 或者所有東西都這麼清楚 因為其實他有很多時間 對自己 想 想回自己的事情 其實台北是很像香港 台北的生活步調 是比香港慢一點 可是它是 稍微跟香港比較像的 如果 要創作的話 純創作的話 台南會比較適合 在生活步調 是跟香港完全是相反的 因為台灣北中南都不一樣的 然後現在有同學問 就是說 台灣對你流血 對你的創作有什麼明顯的影響 或是改變 因為你本來是做減紙的嘛 那去那邊 你挑了一個創作 那學校有 因為我知道說 南義的話 它其實有精工教室 有那個 有石雕教室 有懶 懶枝的 然後有很強的陶瓷 它有很多 手作的工作室 那 這些東西對你來講 有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台南的話 他們有很多很實在的 很大的工作室 然後有很專業的老師 那你 你有沒有有減紙去做其他的不同的媒材 跨領域的媒材 因為你們的研究所是大家一起的嘛 它不分媒材嘛 是啊 對 那對你有什麼影響 因為 因為我在台灣做那個 就是讀研究所 我這個叫做造型 其實是Find Art 其實它那個 想法的方法 其實它不是一個手作的 不是說很在意你的手作 其實它比較是當代 或者是一些概念的藝術 因為他們比較喜歡的 我知道 因為他們很多同學做出來的作品 都是偏向這件事 類似的 但其實 當你去到那裡的時候 你會想自己會不會很合適呢 其實不會 因為我會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去洩裂 你會看到 哇! 它這樣做 這樣又可以嗎 我會把我的手工 我很喜歡手工藝 那我就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我會將它 譬如跟陶瓷 或者跟金弓 會放在一起 我曾經試過把它放在腐蝕 等它爛了 類似 我會試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其實 以我的性格 我也是喜歡做一些範圍比較小的 就是我自己顧及到 或者在我一個手邊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為 比較 比較工藝性的 其實這間學校 你會看到很多的面向 其實你覺得自己的工藝很好 其實有人比你好很多 而且有人在一些專業的 比如金弓的方面 其實可以用金屬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兩方面來看 一方面就是 你的手一定有進步 一定有 你的手更加巧手 可以再做一些更多細緻的事情 因為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有更加專注 更加專注 我只是在台南 台北 我不知道 因為台南這個環境 它局限了你 在一個山上 因為你出去都花很多時間 所以 我的手一定是有進步 之餘 你會洩裂更多不同其他的媒體 然後你再將這件事發揮到一個當代藝術層面的時候 你會怎樣想 雖然我有時也不太衝破到這個局限 但是 他們不會跟你想的 但他們會把一些東西給你想一下 是否這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會有一個無靈兩可的狀態 但其實它指出一個點 其實最後什麼決定的都是你自己 都是你自己 但是你那件事出來 或者你的作品 你是要有一個 你自己的解釋在裡面 所以其實 我覺得 是沒有變的 都是我 作品都是我的 但其實可能會蠢蠢欲動去嘗試 其他更加大的東西 或者 大一點 多一點的東西 多一點不同的材料 多一點不同的方向 或者由一個 多代的角度 再去想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會怎樣說 會怎樣想 而這件事是不是走得通呢 其實在這方面 是想事情成長得最快 那你就是說 去台灣讀書之前 跟讀書之後 你自己的作品的狀況 風格改變還是說怎麼樣 你自己覺得成長在哪裡 就是想事情 就是想事情 就是有時候 就是想各方面 因為其實他們會覺得 讀完書 你會覺得 其實藝術都是一種思考的方法 或者思考的路向 一條路徑來的 但是我以前的作品 我不會想太多 就是會做就做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都對 這件事都對 但其實你最後 你會想很多不同的層次 去完成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是進步得最多 就是我不可以說進步 但是你 至少我做事的時候 我會先想 想完再做 不會像以前那樣衝動 但是衝動也可以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 但是 要想原因 很多事情都要想 所以思考方面 是進步了 之餘 我覺得 我的風格 或者特色 都是我 那你剛剛說 其實你去那邊有試過其他的媒材 所以如果說你在學校裡面 比如說你想做金工 可是你之前沒有做過金工的經驗 老師會讓你去用金工教室嗎? 可以 可以 那會有人教你怎麼用 因為每個設備都不一樣嗎? 因為我們譬如課堂 我特意有另外去取一些金工的課程 就是在學校裡面 因為你太多 太沒有工作 除了讀書 其他可能去一些電影的 就去那裏試堂 但是金工其實是一種 譬如陶瓦也有收的 不是收的 就是去那裏試堂 但是其實你都要給一些物料的費用 那你就當跟他們一起上課 那如果時間對的話 那其實他也會給的 所以你不用修學分可以去試堂 很容易的 是 是 很容易 那你就給了那些材料的錢 那又有一班人一起跟你去研究一些金工 其實都很好 然後現在有學生問說 你在台灣升學工作的優勢在哪裏? 然後台灣跟香港的生活有些相似 還是有沒有什麼文化衝擊? 就 就是 你說去的時候也是三四個月才習慣 因為台南很黑嘛 晚上的時候 好 那有沒有什麼 就是 你去到台灣有文化衝擊 回來香港有沒有文化衝擊 然後你覺得在台灣升學跟工作有哪些優勢? 比例如說去國外還是說去 除了你剛剛說 學費比較比去歐洲國家或是美國那些省之外 那有哪些是比較吸引你的地方? 台灣 嗯 生活 你剛剛說的語言 語言可以相通嗎? 然後生活環境不一樣嗎? 你先講你的文化衝擊好了 去的時候跟回來 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去的時候我也是沒有想過那麼多 但其實都是會覺得 那裡 你剛剛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聽不明白他們說話 他們說得很快 他會覺得很快 你會隔壁 你會隔壁 但其實他們是 台灣台南人是很助力的 他們會幫你 有什麼都會幫你 但其實 有時候你會覺得那個幫忙是很煩 就是他很喜歡問你 很喜歡照顧你 但是你會覺得 會不會太多呢? 是的,阿會的台南人真的很熱情,太熱情了 剛去的時候,你會覺得我有沒有芒果吃,他會問你吃不吃芒果 而且你會覺得很不空 而且我覺得台灣人有一種有點黏黏的感覺 他不會像香港人做事很爽快,譬如我在香港一天辦四、五件事 我會交水費、交網費,然後上課或下課 可能做很多不同的事,下課後去哪裡買東西 或者去一些文具店買紙 但其實在台灣不是不方便 剛去到的時候,你會覺得我的東西去哪裡 為什麼地下的店舖全部都黑黏黏的,有沒有開啟 你會這樣想 但其實他不是的 而且你要花很多時間,這個旅行的時間其實都很長 好像由平州出去市區 一個小時 但其實兩、三個星期之後,你就會發現他的網購是最快的 其實一天 譬如你要去印刷、貼紙、電腦 其實你上網就完成了 就可以這樣 其實他方便那個地方,不是像香港這樣 即是觸手可及 即是一到街上就有 但其實他那個網店,這個網絡 其實是最方便的 可以在Seven,你買完之後可以送到Seven,然後你去拿嗎? 是啊,這個很快 而且他們有很多 為什麼我會覺得台灣人有一種 黏黏黏黏的感覺 就是他 其實他 你會說話 你會發現他說話 好像說到 說一半 又不說一半 為什麼你不說一半 你會覺得 怎樣 你會覺得 不說一半 又不說一半 而且有些事情很無倫兩可 即是你有沒有結論 其實他們最後是什麼結論 即是純討論 我會接受的 這個有空 有時間 同學 其實同學裡面是最能給我 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那三年之後 你都會習慣 其實他們不是不關心你 只不過不想去涉入你的人生 或者涉入你的決定態度 他們是給予意見 或者純談 三年之後 你回來香港 你就會 你發現回來香港 其實又是不關的 因為香港那個 生活又是 即是太快 即是最後 其實兩邊 兩邊這樣 不是不像 即不是人 即是兩邊不是人 即是你會覺得 回到來又怪怪的 回到去又怪怪的 嗯嗯嗯 我也都有這種感覺 不過我覺得 有一個地方很不一樣 就是說 在台灣如果他在吃東西 你沒有跟他一起吃 他很受不了的 他一定要分你吃的 嗯 而且他如果買一份 他不好意思一個人吃 他要買兩份 分你一份吃的 跟香港不一樣 香港是我們買的 我們自己吃就好了 嗯嗯 可是台灣他不好意思 他吃 或是他在喝東西 你不喝他會一直叫你 很熱情的 你不喝他也喝不下這樣子 的這個狀況 你有沒有遇到這種狀況 我覺得是南部 南部 南部會比較多 但是台北其實我很少去 最後我回到去 其實我是真的 真的選對了 其實我真的喜歡台南這個地方 因為那些 熱情 那些人 其實是很好 你去到 他們經常說 台北是天龍國 天龍國 天龍國 那裡是很多被寵壞的小孩 才是讀書 等等 其實也是 你會覺得 嗯 台南那些人 對人和人之間那種 生活或者感情 其實是緊密一點 例如你在台灣 台南真的有鄰居 嗯 你不像台北一樣 沒有鄰居 你不像在香港一樣 因為香港有鄰居 其實都是沒有鄰居 嗯 嗯 台北會比較像香港 而且台北的話 就是說 會有夜生活 台南的夜生活 是黑的 或是夜市 附近的夜市 一個禮拜開一次 嗯 還有廟會 很多廟會 那你之後 就是說 你說你腳踏車 那你去環島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環島的 嗯 你後來有去環島嗎 一半 哈哈哈哈 一半 對 其實去過了 很多景點都去過了 很多地方 就是台東 都可以留在這裡 很漂亮 台灣真的很漂亮 其實它是一個 濃起的地方 其實它是一個島 一個島 中間就是玉山 濃起了 其實他們經常都說 山就會越積越高 嗯 其實 分了半邊 西邊 就是近中國那邊 全部都是平地 然後就是山 然後就是懸崖 所以如果你要看懸崖 或者海 太平洋 就要在東邊看 其實就是這兩個地形 其實台灣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如果你說住 環境 其實會多了時間面對自己 如果在台北的話 生活費 我想會比你說的一個月五千塊多 因為台北的物價會比較高 那高雄比台北稍微低一點 台中也差不多在兩個之間 台南可能是最低的 因為你又住在比較鄉下的那個 烏山頭水庫附近 對 所以那個 如果台北的狀況 可能生活費要加一點的 如果同學有在考慮的話 那其實 台北 台北藝術大學跟台南藝術大學 兩個老師的風格 跟Studio的風格是不大一樣的 但是那個風格是不大一樣的 因為台北的話 台北比較市區 那他比較能去其他的美術館 很容易就出去 所以那個感覺是不大一樣 而且台南是後來的 後來他們是以一個比較說 Hands on 的 就是說手上可以做的 就是說很多大的Studio 那在台北藝術大學的話 他只有一個實調工作室 他還有一個pre-making 的 那其他的 其實純藝術也都很多的 可是跟台南的風氣 兩個學校的風格是截然不同的 出來的感覺不一樣 因為台北他還有一個是電影方面的 台南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有沒有電影方面的 台南藝術學有電影方面的嗎 有啊 有啊 我們有的 我們也有 我們有很多科目 一定要選擇 因為我覺得裡面所有的人 甚至圖書館 他們裡面的書 全部都是美術書 怎麼說呢 雖然我們學校的書很少 但是其實它有什麼科目 例如有一些博物館 就是博物館管理 然後還有一些博物館裡面的古物的修復 譬如你以前很久以前的木頭爛了 他們教你如何修復 就是如何補回那些木 補回那些畫 然後我們又有動畫 然後又有電影 然後又有很多金工 其實都是專門的 就是每一科都是有一個專門的老師 甚至他們請國外的老師來教這一科 所以其實藝術大學 這個藝術大學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普遍重要 但是都是要看你喜歡 就是看你喜歡些什麼 還有看看老師的 就是從哪裡回來 那你覺得說在台灣的話 因為很多老師都是留日的 留美的 然後從澳洲回來的 從澳洲回來的 你覺得他們在風格上面 還是說教學上面 有給你什麼影響嗎 哦 有哦 剛好我那年讀書 就有一個新的教授 就在美國 美國讀完建築 甚至讀完藝術就過來 建築和動畫 但是我那兩個學校 其實有四五個教授 四五個教授 其實那幾個教授 都是從歐洲畢業回來 就是法國讀書 那你會覺得 其實他們教的東西 或者很大的不同 因為 因為法國那幾個老師 他就會不斷看書 逐人要看理論 不過可能他們是要教 教理論 其實他們那個理論性 是非常之強 而且很深 很基礎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你讀完那些理論 你給作品看 或者我們討論作品 他隨時可以拿出來 好像一個抽筋 他們那個理論的根底 是非常之強的 但是美國的老師 或者教授 你都會覺得 他對空間 或者對一些 畫質類的 對一些內容 現在很流行的 很熱的東西 他很敏感 譬如現在流行的Youtube影片 他會知道 他會告訴你 現在流行什麼 哪裡哪裡有新的藝術空間 還有哪個藝術教 會做一些新的工作 那些工作是怎樣做的 都會有的 其實都很全面 所以他們解釋一些 我們上課最多時間 就是看什麼呢 就是看一些藝術品 就是我們會拿一些片和相片 拿出來講的討論 甚至我們會帶 老師有一次兩次 然後帶我們去那些美術館 一邊看 一起看 一起聊 那你會發現 其實幾個老師的風格 留在不同教學背景的人 就是說的東西 或者 專注的東西都不一樣 還有我們 經常會有一些台灣本土的藝術家 來做講座 例如攝影的吳天章 然後還有一些 你看到 很棒 有些大師過來 他們很喜歡有些研討會 有些聊聊 分享的節目 那有沒有那個 那有沒有那個 討論藝術家 有沒有 因為我知道說 台南藝術學院 他們有時候有一些外國的 駐校藝術家 有啊 有遇到嗎 有啊 有啊 那他們都會 他們先會做一兩個講座 然後或者會帶一些工作 例如我們有 之前有一些 就是做媒體的 那他們就會 我們 不知為何一定要參加 我教授 他們會用一些 就是用手機教你寫 就是 有人戴電腦 然後他會用手機 教你寫一些 資料的東西 那你 譬如這樣搖一部手機 那電腦的公仔就會動 類似有這些 很有趣的 小 很簡單的 然後 然後這個藝術學院 會留在我們學校 譬如 兩三個月 最後他們會 搞一個小展覽 嗯 那你繼續講 還有 台南藝術學校 比較遠 因為 如果你搞展覽 其實在那裡 沒有什麼人看 所以 為什麼我們會尋求 在外面去台南市中心 去找一些 很有趣的藝術空間 這也是一個原因之一 那我想再問 因為 有些學生 就是念完書 就想留在台灣 那你為什麼沒有留在台灣 回來香港 你的 你為什麼 有沒有想過 留在台灣 還是說 一直想要回來香港 是什麼樣的原因 有這樣的決定 嗯 嗯 我沒有 就是 我在那裡 最後最後那一年 那我就會 就是 最後那一年 其實 你讀完那些學分 其實我會在那裡 玩 還到 寫 寫 然後 就想 其實都是一時一樣 我有一時很想留在台灣 但是 有時會很想留在香港 但是 很想回來香港 其實最後那一年 我都會選 因為家裡 就是家裡的關係 還有我覺得 我想更多家裡 就是更多家裡 然後 你為什麼沒有留在那裡 因為 工資不太好 就是 你可能 找一個 也是 22K 他們經常嚇我 就是 台灣的同學經常嚇我 你出來 都只有22K 22K 只是五千多元而已 那 我也有去 就是 我在學校裡 有在圖書館打工 這樣 那 時薪是 一百三十幾元台子 除了四 嗯 那算不錯 對 對 算不錯 比7-11高一點 比7-11高一點 對 所以 就是要 看看你要放棄什麼 如果你要在台南 台南是很低的 生活脂肪很好 很低 不是太貴的 就是吃東西 但是你要 你想一下 你賺的都是那個錢 就是一個 不是算是很高的錢 可能你出去租房子 或者沒有做一半 嗯 那這個也是我考量的問題 其實最主要是 想回來家裡 還有想 在香港 試一下 再看看自己的創作 可以去到哪裡 然後再 甚至在 我沒有想 其他都 嗯 那你 你練回來幾年 練回來香港幾年 三年 三年 那你這三年來 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說 因為在台灣三年 在香港三年 你覺得自己的轉變是怎麼樣 我初一年都是適應期 就是 初一年都還是 適應香港的生活 在適應香港的生活 是啊 是啊 你會覺得 嗯 太快了 所有事情都是 你一天要做這麼多事情 你會覺得很煩 很煩 而且 你搬回來 其實是跟家人同住的 就是 你不會再自己一個人住 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事情 好像要重新適應 但其實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之後 但我有一個 有一個點 就是 我從來都沒有要求過自己去找一份 長工 就是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就是我相信 這個就是 在台灣那個 就是強心的能力 就是我很相信自己其實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對 就是不會說 就是懷疑自己通常都有 但是 你不會 就是你會知道自己的 有一種穩定自己的力量 嗯 這個是最重要 你覺得台灣三年給你一個穩定的力量 在創作方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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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是非常 還有開心 就是你最重要 就是很開心 在那裡 嗯 所以我就覺得 嗯 這個階段就完了 就 最後你 決定 就是我再決定 就是我 之後再想的事情 那現在 就是最重要 都是焦點在自己的創作 而且 因為我沒有 就是不需要 第一 不用自己出來住 然後就不用 就是 給很多錢 家裡 其實 你找得夠 剛剛好 其實照顧到自己 就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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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需要說 跟別人比我 那這個可能是我暫時 就是可能我下一秒 發瘋 但是其實這個 這個力量其實是重要的 就是因為你 你找得剛剛好 就是自己 自己 可以平衡到自己 就非常之好 嗯 就是找多了 或者 突然間那個月 多了 那就開心 但是 你平時就要 沒有聽到你 都沒有聽到 先穩定自己 就是這個 嗯 你現在還有跟台灣那些朋友聯絡嗎? 有啊 天天都有啊 哈哈 他們真的很好啊 不知道為什麼 嗯 嗯 嗯 例如近來 香港又有 疫情 現在香港 沒有口罩 經常問我 有沒有口罩 又說寄口罩給我 然後我說你不要寄給我 這樣 很多 其實他們都很關心 很關心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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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差不多兩點半了 是 Lillian 我們還要繼續嗎 還是說怎麼樣 還是 Momo 哎 又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哈哈 好像沒有吧 嗯 嗯 嗯 說完了 我也很高興你會說到台灣是很好 的確是很善良的整個社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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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台灣裡面有一些 呃 有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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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現在 你在法國裡面 剩下幾個 聯絡的朋友 數不出那一兩個 但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呢 就是 呃 陳其尚 老師 他移民了去那裡 我們上了一些另外的課 那時候 在法國的時候 因為他留了幾十年 他是寫藝平的 因此我們和一些台灣的同學 就會跟他去羅浦宮 跟他去不同的地方 在裡面 上我們正規的課室以外 那麼這個關係 這幾個朋友 或者是台灣 看法國讀書的台灣朋友 或者是陳其尚 其實很罕有的到現在 是都很親切聯絡的 就是他們那個的 親切的回應呢 令到我足以是會去 去台灣看他的展覽 是日常乘機去 我晚上回來 即是這種交往 你是覺得 你是很珍惜他們 即是他們都很珍惜你 你才會這樣做 但當然都會近 但肯定有些地方 比他們更近一個小時 我未必真的會乘車 去看別人的展覽 又吃一頓飯 那你告訴他們 我乘10時的飛機 我就要回到香港 他們是很短的 但反過來 跟著我香港的展覽 他們也是這樣做 這種關係 除了你們是否來看的展覽 即是說話的坦率 對很多事情的關懷 我會覺得 如果有機會 我是很願意在台灣做residency 如果相較過 我們要講國際 我們要去哪裏 令到CV有記錄 台灣是一個 我完全不會在這種狀態 考慮去展覽 即是你會去那裏兩個月 跟社區和人一起去相處 因為你就希望 它可以是你想建立的社區的一份子 所以Lora說了很多 無論實際上是否跟香港賺錢很多 或者是賺錢的狀態 我覺得你選擇台灣讀書 其實你會是 無論是空間上 無論是議員上 或者在一個 廣泛的友情上 你建立別人和歐洲 完全不同 這是你不一定在歐洲裏面 歐洲大城市你未必會找到 因為其實大城市也是很繁忙 但你在台北你會想 你會跟他們說 蛤? 為何會講一個展覽的論述 可以講足六個小時 這是我在美國讀書院的時候上課 是要六個小時的論述 但你去到的時候 你不覺不覺 因為中間有人不斷買食物回來 又出去又回來 所以無論是高雄 無論是去到東俱島 曾經有一個教授 吳阿莉問我 我有一個項目 是我的石士學生是大的 但因為實在太偏僻了 即是你去到馬祖 由台北 即是你香港飛去台北 台北要一個小時飛去馬祖 馬祖的島 還要乘搭一個船去東俱島 而對面就是福建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一定會去 然後我帶著幾個學生 即是當時學生 新地都有 我們去了東俱島 來回了兩次 他們住了兩、三個禮拜 我在吃他們種菜 所有的食物 村長會拿著便單車 是載著你去整個島 即是晚上到處看 上一個最舊的歷史燈塔 他們要有鎖匙的上去 這種經歷 我會覺得 你只能夠在台灣 你才會找到 所以如果有心去台灣讀書的人 其實他的心態 是調整在你生活的經驗 以及你在欣賞某一種 有交流 互相好心交流的民風裡面 我覺得我都走不少地方 台灣是一個 我仍然覺得 我很值得去 而且會想經常去 比我去日本更加多 如果你去日本是回鄉的話 台灣是 我真為人這件事 我未必會還到整個地方 但是因為人 和土地那件事 而且誠實地 令你很放心 所以 SUNNY是有這個 這個 我會覺得 除了你去讀書的話 OK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問我 跟Rola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問我 跟Rola Rola現在都是在我們學校 兼職 兼職 教Hanthan Craft 是純討論 是純討論的 是純討論的 我記得我在法國讀書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 他是台灣來的 他已經讀完他的大學 他走來重讀 在法國讀他的讀書 因為他講廣東話 他都不懂 所以跟他相處了 差不多八年 我認識了港國語 但我又不懂拼音 什麼都不懂 他每餐都住在旁邊 他做了海帶的開胃菜 什麼都給我 那段的關係 是我在海外留學裡面 最長的一段的友情 到現在 他回到屏東 我都知道他是在哪裡 嫁了人 什麼事情 仍然是一個很好的關係 所以某程度上 在巴黎讀書那十年 我相信有一半的感覺是陳其商 其他那些 現在做了當代藝術家 做工藝術家 不知那些 和我朋友裡面 是建立出來的 雖然他們在台灣 主要是在巴黎 那時候 我們經常喝咖啡 在巴黎都是 因為可能講國語 快過了講法文 我們就用這種方法 OK 好 我好像沒有問題 那時候 我就順便宣佈了 下個星期四 我們會請到Yanny 她現在在巴黎讀 她的藝術和商業的 差不多畢業了 另外 我們也有一個 Native Essetrit 是留學法國的 所以就讓她 去講法國讀書的 希望你們會參與 尤其Essetrit 是很熟悉自己的巴黎 我們有同學在巴黎 OK 可以下個星期四 不是下個星期四 更個星期四 27日 OK 好 再見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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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